接下來我們要教幾個事情 你用背就可以了 我會解釋 但是原則上聽不懂我會解釋 你就背下來 第一個 因為月球會繞地球崩轉的關係 所以月球每天升起的時間 會延後50分鐘 這個跟我們等一下要教潮氣 潮氣會延後5分鐘 原因是一樣的 都什麼原因 都是因為月球會繞地球 崩轉 背就好 我以前 我以前有改 我以前有改數字 問同學會延後多久 上一次高中生問我 高中生問的那一題的改的速度跟我改的不一樣 我改的是月球公轉時間 他好像改的是地球支轉時間 你趕快就改一下 然後問你說會延後多久 國中沒有這種題目 除了以前我有考過之外 沒有這種題目 我們一定是延後50分鐘 所以聽不懂你就背 那我會解釋 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 就會延後50分鐘 這邊有個人 月亮在前面 我們說什麼意思 通過直五線 天頂附近 頭頂附近 對不對 好假如月球不會跑 只有這樣子 只有地球在這邊轉 那現在月亮在前面 轉一圈呢 月亮還是在前面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個時候你在我前面 明天這個時候你還是在我前面 所以表示時間有沒有延後 沒有沒有延後 一樣 可是月球會跑啊 跑掉 當月球跑掉之後 地球轉一圈回來 月亮有沒有在前面 沒有在前面 沒有在前面 不在同樣的位置 好 要怎樣 多轉一點 要多走一點 對不對 昨天這個時候在我前面 今天要多走一點 多走 所以叫做什麼 延後嘛 多了叫延後 那延後多久呢 就要延後地球 自轉 這個角度的時間 這個角度就是 月球公轉一天的角度 這叫做圓星角相等 那圓星角相等 所以地球要多自轉 多自轉一個 月球公轉一天的角度 那月球公轉一天的幾度呢 月球的公轉一周是27.53天 如果27.3天 如果是算碩旺月是29.53天 我們算30天就好 要好算 所以一天轉30分之一圈 所以地球要轉30分之一圈 地球轉一圈多久 24小時 所以24小時乘30分之一圈 那乘一小時60分鐘是48 所以大概多少 50 所以會延後50分鐘 這又是為什麼會延後的原因 為什麼因為 為什麼因為 月球繞地球公轉 它就會延後的原因 為什麼是延後50分鐘 我解釋給你聽 我解釋給你聽 OK嗎 還是那句 如果聽不懂你就給我 等一下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 月亮升起的時間 每天會延後50分鐘